Hello 大家好 我是达达 今天这期节目呢 开始之前我想和大家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加拿大学签的情况 因为我自己其实频道观众很多都是在国内嘛 有一些他们这个网友也是在国内从事教育行业的 然后我就听他们给我讲了一个事情 说其实加拿大的这个学签申请 尤其是成人学签申请 在国内很多很多机构都是不接的 然后我就很纳闷啊 为什么不接呢 澳大利亚要美国要别的国家都接就不接加拿大 然后刚开始我有一个比较错误的这种观念 我以为是加拿大学校给的这个回扣少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 后来他们告诉我 原本是因为加拿大的这个学签 其实是所有的这些西方国家留学的学签里面最难的 可以说是拒签率最高的 对 我们也得到很多这样的inquiry 它主要这个因素呢 比如说国内的同行讲的情况是 比如说申请硕士啊 申请这个包括从签证的角度来讲 像英国是比较容易的 对 那当然他学费也比较高 可能他的收益高一些 但是他文件要求比较低 但是他的一个核心问题呢 因为整个全球来看呢 传统的移民国家就这么几个国家 新西兰 澳大利亚 美国和加拿大 那移民政策来讲应该说各有千秋 所以加拿大是在这几个选项当中 可能他的要求是比较高 难提在前面 对 因为他文件要求确实是非常高的 我们有些客人也知道 一个我们一个完整的submission package 可能好多好多页 甚至我们会做出一个这个标注 1234567好几十页的 甚至上百页的申请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之所以还是有很多客人喜欢来加拿大 主要是因为他一个宽松友好的移民政策 就像英国留学生 你们朋友中间可以问一下 可能能留下的还是比较少的 对 非常少的 我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 我插一嘴 就是有一个最早观看我频道的网友 他每期节目都看 这期节目他肯定会看的 他当时呢 医院特别强 想来加拿大 然后呢 做了美国和加拿大两边 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 就是美加双钱 很多就有Catham里面也在做 他当时也是选 就是选择 因为这边很多机构 其实现在都是在做这个美加双签 他是两年前的时候 选择了一个多多那边的机构 做了一个美加双签 特别兴奋的跟我 我们两个就一直想在加拿大见面 关于特别好的那种网友 就是想面积 整天在会儿聊聊时事的政治那种 结果呢 等了一年半 他的价钱被拒了 但是他美国去一千拿到 但是能去美国他现在也是挺开心的 所以现在是不是这种情况 如果做美加双签 对很多人来说比较合适 因为我们最近是这样子 我们最近的很多成年人 首个学签的 坦白讲我们认为移民局 现在是比较这个 怎么说比较挑剔的一个阶段 那从我们客人来讲 他可能他的 对未来的一个教育规划 实际上呢 他不想有任何的这种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目前来讲 是非常主张去做一个 美国和加拿大 两边的高校同时申请 然后呢两边的硕士同时申请 对签证来讲我们也两边同时申请 那这样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他会有一些关联性 如果拿到加拿大的这个签证了 那一切事情就是按照原来预期嘛 如果拿到的是美国的 那美国这边的话 其实因为他美加的联系也非常密切嘛 对对对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客人 在美国读完硕士之后 他说这个之后呢 我比较难留下 但是呢我的学历英文都不错了 我在加拿大境内找工作 我来这个找其他的一个移民途径 其实也很方便 对 那包括留在加拿大的客人也是这样子 他拿到加拿大的永久居民之后 甚至入籍之后呢 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利用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比如说举个例子 一会计专业为主 如果你是加拿大公民 那你在美国找一个会计的工作 实际上直接做工钱 非常非常方便 对所以他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这个大的框架之下 有很多很多这种便利优势 对于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本身是专业的移民公司嘛 然后呢教育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 我们做美加双签 对客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说有一些客人 他们是比较大龄的这种呢 这种因为咱们知道 很多大龄现在是旅转学嘛 那美签的话 他也还是能接身吗 可以的可以的 对因为他美签的话更多的 主要的一个特征呢 是一个需要一个面签嘛 因为我们这边会做一个面签的coaching 大概的一些准备啊 包括提库的前期的演练啊 这个都会提供到 美国的学签也是要面签嘛 对对对 他还是说有一个interview的一个 对但是因为从interview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不是说像加拿大严重的依赖文件 对 他应该讲各有各的优势 另外美国的另外一个好处 他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客人说 想申请研究生 那如果你GPA低于3.0 在加拿大境内高校 他还是比较比较难的 很难 对对 非常难 那选择也非常少 但是如果放在美国 因为他整个的很多州 很多高校 他会有非常多的variety 所以呢我们就有可能说 把客人的情况稍微调整一下 做一些就是 他的选择会更多一点 对 是不是美国的教育学校里面 他们更看重这个客人的工作经历 或者社会经历 GPA一直是很小的一个评估 他会有一些flexibility 像有一些方向呢 他说你有一个GPA 有个基本要求 但是如果你在另一方面的这个经验 比较特别 而且你的这种 这种statement做得比较好 他会 还有更大的这种灵活性在里面 对 那现阶段的话 每加双签 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保险的 是的 如果说假如说 他们这些频道的观众 有做了这个 每天在美国那边读书 读到一半想转学来加拿大 这个有可能吗 非常可能 我们做了好多呀 所以美国如果过读一年 和半年 就是想换加拿大 因为移民容易转学分 可以的 可以的 他是这样子 因为如果都是credited 这种university 很多专业相同的情况之下 他是比较容易去认可的 对 包括之前 因为比如说 就以卡尔加里大学为例 他们自己的艺术院这边 因为当时专门有一些这种 一生的这种实际职位 专门有些program 对 中间他也会有一些限制 说美国的某些学校 他是接受的 但是其他国家的 就是海外的 他就不再接受 他这种互通性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这个策略更多 只是说 在我们的客人在做移民 在做留学规划的时候 我们多一个选择 那后期移民规划的时候呢 又有这个强大的加拿大移民体系 做一个backup 而且我们本身又是专业的 移民顾问公司 其实很容易给客人提前做规划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最近有几个频道的观众 包括就是顾问Catherine里面 还有别的顾问公司的 给我反馈说现在第三国的 这个国家去申请加拿大 学签的话的 这个拒签率非常非常高 这个移民倾向 好像是会被揪出来 他其实是这样子 在所有的短签当中呢 有一个factor officer要去审核的 其中一个因素 就是说你过去的 immigration compliance 就是你在居住国的移民身份 那其实比较尴尬的一些情况 就是说有些客人 他的国籍不是中国籍 那他在中国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国内 其实他对签证 就像说 你们可能也认识 国内的很多外教啊 但是你去问一下 有多少人是拿了工签 有多少人是拿了这个访问签 对 他是有个本质区别的 因为他有些政策上的 就是比较严格的一些审核 对 所以就变成 如果你说 我在中国境内是游客 但是你说 我的职位是外教老师 这个其实是说不过去的 对 他是说不通的 所以就是你在 这不是打黑工吗 没有 我们其实想说的一个环境 就是说因为 可能在中文语境下 很多客人说 我在这个国家 我在做什么什么 那我们其实有些时候 问的问题很苛刻 就是你在这个国家 我先问你拿哪个类别的签证 他说我是永久居民 然后我说那你永久居民的签证 是允许你工作吗 还是只允许你投资花钱 因为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我在某一个国家 我只能投资 也就是所谓我只能花钱 不能去工作去赚钱 这样呢 那么你在这个国家的 这个收入来源就比较难说 它有很多关联因素 总体来讲 就你在第三国的话 你的这个难度会稍微提高一点 并不是说百分之百提高 而是说 它会触发很多关联问题 就是你在这个居住国 你整个的一个 一个移民身份 然后你在居住国的这个是不是 就像你说我在泰国 我是游客 但是你在泰国停留了两年 这两年期间你是游客 那么你的收入来源怎么样 它都是一系列的关联问题 因为我们学签申请 必然都会涉及到收入来源 是不是有经济能力 对对 很多关联因素 不能一概而知 对 那如果是这种第三国的这个情况 在加拿大这边做学签 难度相对大一些的话 做一个每家双签的这种 会不会美国那边反倒 对这种背景情况要宽松一些 对它从签证的审核来讲的话呢 还是说两国各有特征的 所以每家双签 我们之所以现在比较推荐的一个原因呢 一方面是一个高一点的 因为它两条路嘛 两个不同的移民体系 对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 也是因为就是 它对这个assessment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加拿大是确实比较起来更严苛一些 对 所以它会留出很多空间来 我们有些客人 对 它会觉得 这个美国这边更适合我一点 对 频道观众咨询里面也确实有很多都告诉我说 其实他们的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 美国移民的难度确实太大了 对 它的那个绿卡排气比较久嘛 比较长 所以说做两个准备吧 我觉得会是更好的一个方案 是的 我们其实因为中间呢 我们当然我们的听众相当一部分是人在中国嘛 实际上就是我们放眼北美的话 它有很多在加拿大移民体系下的很多优惠政策 比如说我们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你是墨西哥人 你是美国人 你是加拿大人 它中间有很多互惠政策 对 那第二个呢 我们还有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秘鲁啊 跟这个 跟加拿大的这个政策 那中间其实有些秘鲁的客人 我们不用 我们也直接可以做工签的 这边有工作 包括从学生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这种流动型 因为本身它是希望做一个大的经济体能 互相促进流动 会有很多互惠政策 这个其实是 海外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块 我觉得我们很多客人可以充分地把它利用起来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